《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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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他們的體溫 如果那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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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人工環境 有點癲癲 所以對他們來說可能正常 當然如果最極端 就是整隻跳出來 跳到尺外 那些真是最激烈的 但是這樣的話算不算 是自殘的行為 我真的不敢100%肯定 不過是很... 我沒怎麼見過這樣 就算我見過他們池裡面的海豚 很少見他們這樣 應該沒見過這樣 以這個地方其實他平時 可能要上來抽血 或者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是專門訓練他們 去剷上來的 比如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如果看海洋劇場 有時候整隻會剷上來 然後被人家碰 然後拍照 那樣 那樣當然不是一個正常的行為 但是這個是一向他們訓練開 是這樣的 當然海洋公園一定會說 其實在野外呢 其實都有些海豚人這樣做的 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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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他們這樣做 是因為他們要為了吃東西 但是如果專門要緊張去做 其實對他們來說也有幾大壓力 因為其實那個... 一剷上來的話 其實那個... 那個... 那個... 地心骨瘋的關係 已經令到他的內臟很受惑 當然短時間也OK 但如果長時間當然不行了 我想歸根究底就是... 人工輸養海豚的話 其實已經違反了他的自然行為 其實本身已經對他有一個壓力 其實你叫他搞這麼多事情的話 我們估計可能對他來說也有壓力 除了人工圈養的海豚 會做出一些異常行為之外 原來海豚在海洋公園的自然繁殖率是更伏力 其實我有時候都不太理解 正常來說 海豚在野外的話 其實正常的海豚 基本上條條海豚的生育能力都OK的 譬如就算中華海豚在香港面對這麼大的壓力 都見到他都... 雖然生了之後會死 但是... 其實看來他都不會說... 都不會說要生了 在人工環境裡面 其實有可能的 他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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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跟人工環境有關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奇怪過 海豚養熊媽多少年 超過10年以上 因為回歸之後他有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熊貓BB 其實很奇怪 海洋公園在這方面已經很有經驗 他應該掌握了很多年 關於他們的繁殖 什麼時候發程 不然他都不準確 什麼時候知道做人工受孕 但是為什麼他們都好像不太成功呢 其實我也第一次聽 我不知道他們暫時出生的海豚都是人工受孕 原來他就是我們這裡八個月大的一隻海豚BB 他就叫做Cleo 他是一隻女孩 現在他旁邊的那隻就是他媽媽 他媽媽就叫做Pinky Cleo和Pinky一樣在海洋公園出生 而Cleo更是所謂第一條字 完成人工受孕的海豚BB 出生的時候差點因為失去方向感而撞牆而死 海洋公園的職員就說 由於是Pinky的第一胎 因為經驗不足 未懂得照顧剛剛出生的嬰兒 在野外其實如果正常的情況的話 初生的第一任媽媽 他們如果不懂得嫁的話 不懂得幫嬰兒去求生的話 其實是有其他的海豚會幫忙的 我們經常都見到 有幾次初生的嬰兒 其實是整個大群海豚一起去協助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要捧牠上水面 其實他們好像很興奮開派對 整天一堆去幫忙 我不知道其實他們會不會 容許其他海豚去幫幫牠 或者教教牠 其實這個是很頭痛的 你沒有經驗的話你就要學 其實海豚大家很親密 即是一個傳給一個 或者大家朋友一起互相幫忙 但在人工環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海洋公園三十多年來 一直標榜保育 愛護海洋等信息 直至難怪方之父聖志民接手之後 將海洋公園重新打造成為淘金樂園 但是公園裡面的海豚生活有沒有好過呢 海洋公園是為誰而見呢 它本身的宗旨是做什麼呢 首先它不是一個商業機構 它是一個非牟利的機構 它成立的宗旨是為了提供一個 教育香港人或者給一個娛樂的地方 很明顯地就是 它與它的宗旨是背道而馳 它是為利是圖的 所以我覺得海洋公園是 如果走回到正途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不需要海豚 也其實是有很多事情做 去令到人去認識海洋多些 認識海豚多些 為什麼不可以去做一些 中華白海豚的一個館 認識一下香港的中華白海豚播放一些片 做一些interactive的Display 不需要養一條海豚整盤骨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作詞文字幕自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